层岩开放后,现在挖矿实在是太轻松了 10条路线,一共能挖156块水晶矿,只需要花16分钟 第一个路线来到巨蛇旁边传送点,往右前方飞 看到这个大石柱,左侧飞近了之后才会出现这个水晶矿的图标 层岩地下的水晶矿是带有发光体的 这种发着微光的水晶矿,矿量会比较大 而且比较的集中,所以挖起来效率非常高 这边带了钟离和这个雷泽一起挖 同时带了双峰,这样跑路和这个挖矿都会比较的迅速 第一个点挖完之后,直接往前方爬过去 在大蛇的上方,也就是右侧这边 飞过来就能看到地上有四个大水晶矿了 视频没有加速,如果你想跟跑的话可以跟着视频跑 一共大概16分钟就可以把156块收完了 回到巨蛇的这个传送点,往左后方转 沿着这个山洞一直往前跑 早右的话,注意有些地方会被卡地形 比起地面的一些矿点,层沿下方的矿点实在是比较的集中了 基本上两个大矿的话就能有四个五个左右的矿石量 第二条路线是四块水晶矿 路线比较短,只有单一的点 传送到左上方的这个传送点飞下来之后进入这个山洞里边 路上还有叶博石,想挖的话可以顺手给打掉 一直往里走,不要管这个黑蛇骑士 第三条路线分为上下两边 同样是临时主矿道的这个传送点 先往下飞 在这一片框架的一个下方 可以看到在一个在上方先往前边这个飞 挖完之后直接往下跳就能挖第二个 回来这个主矿道的传送点往上边走 在这片道宝团营地旁边有三块 这个地方量也是比较大的 第四条路线比较多36块水晶矿 一共要去到六个点 来到传送点往脚手架的上边走 第一个点是在下面悬崖这个下方的一个手架旁边 好,直接可以往下落 靠近了之后就会显示了 层言因为高低落差比较大 所以如果你即使是在这个点位上的上空 因为高度差距比较大的话 是看不到底下的水晶矿的 往前飞 这边有一个仙灵 如果你没有用掉它的话 在脚手架的下方 也是非常的集中 加上它是大水晶矿 所以挖起来会很舒服 每天的话 锻造可以用掉120个水晶矿 所以基本上你多挖一些 每天的一个矿量是足够的 层言地下挖一部分 然后再找到期的密集点挖一些 然后蒙德和黎月的地面部分的一个聚集点挖一些 基本上每天你锻造满的话都是够用的 如果你需要连续拉很多把武器的话 这个矿石可能会比较紧张 建议提前储备起来 而且现在比以前好的地方是 现在的挖矿更新了 没有一个矿量的上限限制 所以你沿路如果遇到别的矿石 想挖也可以挖 不影响你挖水晶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条路线一共18块水晶矿 这边有一条路线比较复杂 用虚线标出 先是传送点往左后方走 穿过同样是这个山洞 这边还有愚人种的营地 我们之前上一期视频有说过 这块是去地下水泽的一个常规的路线 然后我们不要沿着右边这个悬崖走 我们直接下去 头两处矿点是在这一块中间区域的下方 往回走 山洞的前方不远处就能看到了 在这个地方 然后挖完之后往回走 走回刚才的落下来的水域 我们下期视频 然后回来聚员主框区下方这个传送点 同样的位置往回跑 这一回我们要走这一条常规路线去地下水泽 也就是有黑蛇骑士的那个地方 第一次没有打通这个便捷通道的话 需要走这一条路线 然后待会到了一个打通通道的地方 我会做暂停 好注意这个地方是有个分叉路的 右上方是那条便捷通道 我们先走到左边 沿左边走 这就是地下水泽 往回倒过来 注意看前方有一个先灵的这个发光的底座 这个地方往前走是可以炸开的 炸开这个洞口之后 我们就可以从上方地图可以看到 上方的零食主框到这个传送点跳下来了 这样比从下边那个传送点走 要节约很多时间 这也是地下水泽的一个便捷通道 然后我们回来地下水泽 沿着左边走 在左前方有一个洞穴 里边就是这一处的一个水晶矿区集点 放入海蜜的水泽 大水泽 放下水泽 这些水泽 或者把水泽 放在里面 放在那边 第六条路线一共是16块 传送点下来 直接沿着左边这个延时走 第一个点需要通过这个跳板 跳上跳板左侧的一个断臂 这边稍微往前飞了一点 这个位置比较容易漏掉 剪完之后往左侧飞 沿着最左侧贴着山洞下来 前方就能看到水晶框了 这还有一个钓鱼点 跑过黑蛇骑士的刷新路线的话 这一段应该还算比较熟 河马也是考虑到这个矿区有高低落差 同时这个地形也比较复杂 同样一个点位可能从高处走 也有可能从底下走 所以视频没有加速 这样跟着视频跑的话 能确保你能找到这些矿点 第七条路线 14块水晶框 传送到这一个传送点 这个传送点注意 需要带应四雷布的魔神任务进行解锁 在这个任务面板会自动弹出来的 很多小伙伴之前也问这个任务怎么触发 是一个自动触发的 不需要做额外的会隐藏的一个触发条件 做完之后传送点就解开了 无论是刷黑蛇重还是挖矿 这个传送点都非常方便 而且还可以拿一些流米石 是在高空才能拿的 然后挖完之后再次回来往下方飞 在黑蛇启示的后方 就能看到一片这个水晶矿了 需要离地面近一些 第八个路线是五块水晶矿 由下角这个传送点飞下来之后 注意这个地方沿着左下方 穿这个小洞 跳下悬崖就不要跳太远 是在半三腰这个地方 第九个路线四块水晶矿 加工流米石这个传送点 同样是跳到下方 有一个黑蛇启示这个地方 注意中途不要挂臂了 我这边不小心表演了地军遇刺现场 第十个路线一共25块水晶矿 需要去五个点 传送点出来右转 在传送点不远处就能看到这边有两块 挖完之后可以传送回去 这边注意身后还有两块 不要遗漏了 回到传送点 然后静止往前方走 穿过这条狭长的一个隧道 这三个矿点整体都比较的分散 量也不是很大 但是比起地面的话还是收获比较丰富的 基本上有了层岩的这些矿点之后 地上很多矿点那种零散的一两个的就可以放弃掉了 只要保证每天的挖矿量能够有到200多个 基本上你的锻造就够了 因为你不是每天都能把锻造给用满的 说实话也用不上 所以基本上把这些高效矿点挖完的话也比较节约时间 而且基本上不是储大地特别喜欢的朋友的话 不会花太多时间来挖矿 所以16分钟挖一次 然后每三天挖一次 这个地下总体来看 我觉得是效率最高的 好了 答应我一起来地下层岩来挖矿吧 下期视频见 拜拜